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铁律 多头市场铁律 欲藏黑隔日是买点 欲藏黑隔日是买点 所以礼拜三 礼拜四都小跌几十点几十点 你们下去买 有没有 敢买不 不敢 怕也死 整个市场弥漫着一股保守悲观的气氛 结果果然今天大涨150几点了 最多涨180几点 所以要学买一股啦 这是零和彦 亲身二十几年三十年的实战经验 我谈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研究的东西 超级好用 我在节目里面如果遇到点点滴滴教你们 你们要学会啊都是实战的东西 美国股市连跌两天后只跌回升 礼拜二跌482点 这是礼拜一跌482点 礼拜二跌350点 礼拜三稳下来了 昨天美国股市大涨 道琼一度涨302点 收盘涨182点 那昨天重点是 费城半导体 大涨2.68% 这个对台北股市有利 我跟大家讲过 台北股市跟美股 以费城半导体的联动为主要 那美国昨天在涨什么 我们来看 昨天美国股市主要上涨的公司 阿里巴巴 因为大陆在解封 所以阿里巴巴大涨6.6% 这可以理解 那Skyworks 3.4% 科沃3.5% 鲁曼特姆 7.7% 高通2.9% 博通2.4% 辉达6.5% 麦威尔3.1% 恩智普4.9% 这些都是台积电的客户 这些都是台积电的客户 所以今天台积电大涨 有利嘛 是不是 它的客户高级都大户了嘛 台积电大涨有利 昨天台子期的夜盘 也大涨了159点 那台北股市涨152点 有点不够 为什么有点不够 量不够 起150几点嘛 新高量到1900元而已 可见很多人被这几天的下跌 给影响到了 礼拜二跌251点 我特别提醒你 多头市场铁率 欲藏黑隔日是买点 欲藏黑我们在判断上面 是以收盘下跌100点以上 其实要修正啊 因为我们二十几年前 在追踪这个现象的时候 当时加权指数都是六七千点 六千点七千点八千点 甚至于四五千点 最多到万点而已 现在加权指数最高已经来到 一万八千点了 对不对 最近指数都一直在一万四 是接近一万五 跟当时比较起来 已经多了一倍了嘛 所以应该要做事实的调整 不是只看一百点 甚至可以把它放大到一点五趴 因为你一百点 之前如果五六千点 那一百点 大概就是占了一点五趴 甚至快接近两趴 那现在指数已经倍数到 一万四一万五了 所以事实上在判断上面 可以把它调整为一点五趴 一点五趴大概多少 一点五趴大概就是 接近两百点左右嘛 对不对 你看这波上来 第一个出现下跌 超过一百点的机缸 隔天开高涨 第二根隔天开高大涨五百多点 那第三根就上个礼拜一 选后第一天跌两百二十一点 隔天开低又创新高 那紧接着这个礼拜二跌两百五十一点 所以当时我跟大家讲过 多头如果要保持强势 遇到长黑棒 隔天下来 你要快落下 你要赶快下去买 礼拜三跌九十八点 昨天开低走高 结果没人敢买 没人敢买 今天直接开高一百二十点 最多涨一百八十九点 收盘涨一百五十二点 结果 成交量一千九百三十四亿 很多人还是吓到 我苦口婆心提醒你 大跌后 隔天要快落买 你前两天有买的 今天大盘大涨 你赚钱机会就很大了嘛 对不对 那你如果卖掉了 卖掉其实也正常嘛 大盘这波涨了两千两百点 获利了结 收的落地里面 那你不要真的放口袋不拿出来啊 你要趁回档的时候 赶快找涨幅相对落后的 金螺丘嘛 到时候大盘再起来之后 这些落后的股票 就会变成强势的个股 出现补涨嘛 你看不敢买 那后面大盘如果再继续冲出去 怎么办 你就落空了嘛 是不是 你看今天日本大涨三百多点 香港大涨了四百五十点 香港最近最强 因为大陆解封 香港涨了五千点 起五千点的行情 但香港股市我们近期是尽量不看 因为失去了言论自由之后 很多外资都从香港股市撤退掉了 那香港股市反而变成内陆资金 流过去操作的 今天外资买六十一亿并不多 可见得今天大涨 不是外资的功劳 谁在拉的 进户嘛 也政府在做多嘛 可是外资虽然买的不多 台子旗部分 却大买两千六百七十四口 那这个礼拜大盘压回 外资反而大买台子旗 七千九百四十九口 可见得外资还是比较投机 找高报酬的台子旗 下去做多 那不管他是买股票 或者买台子旗 总归还是站在多方 对于下个礼拜多投 还是有帮助的 加油啦 加油啦 尤其你又不加油的人 加油啦 你看这一波 从一万两千六百二十九点 我就跟大家讲过了 要进入选举行情了 赶快下去买 过了一万三千两百二十一点 会起来很多 会涨很多 果然一波段 涨了两千两百点 这个才只是上半场而已 现在开始进入四部曲了 开始进入四部曲了 行情还没走完啦 行情还没有走完 你要积极一点 你看台北股市今年跌幅 还快二十趴啊 你看欧美股市跌幅 都已经收敛到 剩下各位数字了 对不对 日本股市 今年跌幅 已经收敛到 剩下一趴而已 我们竟然还有将近 二十趴的跌幅 所以后边还有行情 后边还有机会 不要却场 更不要缺席 还一个半月过年 要更打拼 要加油啊 对不对 一个半月全力冲刺 给自己定个目标 三十趴为目标 达到之后 再拉高到五十趴 不然跟您一起做 我们一起来全力冲刺 我们到底在里面 我的原则 我不会让你追高 追高就风险大了嘛 对不对 买底部才会赚大钱 我们专找 相对在底部 而且赚大钱的个股 倒机的跟这个买的 我们就不要走 依照这样的方式来做 赚大钱都会兑现 赚大钱都会兑现 你们看我节目看那么久了 你们够了解 我操作的一个习性 你看华景店 十月二十八号 华景店VIP会员 八十二块钱买进 这两天台积电美国厂在装机 礼拜一涨停 按一圈起来 是不是一个月时间就三几趴 你看这一波一个月时间 涨两千两百点 平均涨幅都在三十趴以上 涨到六十趴七十趴的也很多 是不是 所以剩下一个半月要过年 抢个三十趴的目标 其实不为过 其实不为过 所以你要比较败 你如果放弃了 我没意见 放弃了你就不可能再发生了 是不是 那你如果坚持继续拼 我相信你的坚持 成果会兑现在你的行动上 礼拜三台积电装机继续涨 那有三七趴 两百八跌到剩下八十元 剩下尾数而已 是不是赚大钱的公司 股价在底部 中股票最安全 而且爆发力最足 结果继续涨了 是不是懂得买底部的 你就有赚大钱的机会 坚持这样的原则 花点时间 我相信这种股票都还有 不然让你的验带着你做 你们可能资料不够 专业不够 我在这个市场 我净投顾都28年了 民国83年净投顾到现在 带会员就带了28年了 我股票市场三十几年的经验 我投入的时间也比你们多 所以相对的 找到中好的标的机会更大 你看台光店 劳退基金8.6%最大股东 一路上来 涨数又50%了 所以懂得买底部的 你就有赚大钱的机会 而且相对安全 大涨 继续涨 57% 昨天同伯基板最强 台光店继续涨7块钱 今天台光店 还去4块钱 这样有凶吗 可是涨了五十几%啦 你还对管就没意义了 对不对 要买底部我在讲的时候 你就开始买了 你就要开始买了 你到高点这里再买 赚了就很辛苦 虽然行情还很强 或是做都比较辛苦 所以卖对管 我们再来找底部的股票 再来找底部 起较少的股票 一年贪7块钱 中华邮政是十大股东 另外这支 今年获利四个股本 等于比到四倍而已 最近有拉了一下子 到五倍而已 所以有兴趣的 懂得买底部 才是大赢家 有兴趣的来找我 我们一起来冲 我们到底来冲 到底来拼 还够半夜的时间 冲个30% 不会过啦 不会过 台基电昨天 守住半年线 我就跟大家讲过 半年线 月线 平台 夹收到的桌头 会再起来 管理今天就大涨了 那台基电昨天守半年线 大盘守半年线 同时间台基电昨天 也守住半年线 台基电走势跟大盘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一样守半年线 一样是平台 我昨天特别跟大家提醒 台基电昨天 各位 昨天特别跟大家提醒 剩下一分钟收盘 谁在大买台基电 150张是要6000万 对不对 160张要7000多万 400张 400张就要多少了 400张的台基电 一张要47万 400张要多少了 要1亿多啊 要1亿多啊 谁会在零收盘前 连续7笔大单 绝对不是你嘛 你没多钱嘛 对不对 当然也不可能是我嘛 要太盘 我也不会在收盘前 去买股票嘛 那也不是外资啊 昨天外资也是卖台基电 卖了6000多张啊 上了卖 一定也会进户嘛 是不是 果然今天台基电开高上来 缩盘涨10块钱 占加权指数占了85点 今天外资调高台基电 目标价600块 外资讲的话 我经常是不信的啦 可是对投资人来讲 领丹妙药 外资只要一讲好 大家就下去抢 外资说不好 大家就疯款砍 外资间高盛出报告 台基电600 联电60.2 所以今天联电 也跟着大涨上来 联电60.2 其实 也不贵啦 联电今年一股赚7块钱 就算涨到60块 本一比他多 才8倍而已 连9倍都不到 联电这一次从底部 开始跟大家讲之后 35块一路撩起来 30几% 30几% 现在扛担又三七四百几张 随时有机会再加空 联电这一次在三百七的时候 大家都在落井下石 结果林合宴 给台基电温暖 我看到这份报告之后 看到美国机构 做这份的报告之后 我第一时间 我就跟大家谈了 8年后 全球两家公司 营收会超越苹果 记不记得 当时还在三百七而已 我还特别提醒你 占上四百元之后 台基电会涨很快 果然一波段上来 又快又急 到508 37% 连股神八倍都跳进来了 你知道台基电 今天下午发布营收 台基电11月营收 2227亿 月增6% 年增50% 再创历史新高 外资全部跌破眼镜 外资最近对于台基电 也是一大堆负面的说法 一下掉单 一下子又杂七杂八的 美国厂设厂不好 一大堆的 你要知道 外资今年卖了一百万张 才买回来十万张而已 股神巴菲特 已经成为前十大股东了 外资缺席很丢脸 可是一波涨那么高 怎么办 所以外资处心几率 想要把台基电给打下来 打来挽赏 所以外资讲话不见得可信 懂吗 那政府积极在做多 肯定不一定会拉 11月营收增加6% 你要记得 11月新台币是升值了4% 升值4% 它营收还有办法创新高 可见台基电的订单真的很强啊 下礼拜一 台基电是最重要的指标股 前两天下跌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过了啊 这个盘子还要站起来 也是要台基电 联电 日月光 联发科 立基电这几支嘛 你看今天就在涨这些股票啊 对不对 立基电这一波也不少 也不错 价格还是很低 随时还是有机会 嘎空再出去 那日月光今天也涨了 2.5% 日月光11月的营收 月减6% 没办法 新台币升值了4% 所以对它有点影响 可是营收只掉6% 代表怎样 代表它的订单出货 还是维持在高峰期 只是受到新台币升值的干扰 我们很快就开始讲了 对不对 劳退十大股东 一波段上来三几% 最多起到100公里 42% 这支股票最稳啊 最稳 外资是天天买 最近在回党 外资还是在买 三大法然持股已经77%了 加上公司派跟政府的资金 加到已经大概87% 要到90% 都在特定人手中 所以你看日月光其实是筹码最稳的 走势也是最强的 我这里开始跟你讲啊 你如果有没有都很高兴 你看今天外资买61亿 阳明13000张 联电1万张 日月光6700张 是不是一直在加码 立基电也3200张 联发科这边也会加点给你们讲的啊 看到这种图形 必涨的图形 上升三角形 回来一波段上来 买200块 上次的企业756 41% 那今天联发科 也涨24块钱 联发科新的产品上市 天玑8200 最新的产品上市 有造势的一个味道 联发科也是有机会再冲出去 11月营收我估计 一样会有好的数据出来 一样会有好的数据出来 涨高的就不要追了 再找涨幅相对落后的股票 赚大钱的 积极来卡位布局 冲过半个的时间 我们来拼30%的日线 我们来拼30%的目标 一起来冲刺 跟上你的脚步 进度很高 收拾马上回来 基本面 竞选高成长公司 配合独创超盘法的量价时间 角度趋势转折与循环 掌握底部起掌 与高档转折迈出的 稳健获利模式 跟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向财富成长之路 立即来电 02 239 239 88 02 239 239 88 滑信投顾 滑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心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 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滑信的事 滑信投顾 02 239 239 88 02 239 239 88 欢迎回到现场 春孤高颜财要加油 要去年 再拼个30%的红包 不会过啦 不会过 我昨天特别花了很多的时间 跟大家谈高尔夫球杆族群 今天就不要再花那么多的时间 今年业绩都大放益彩 都比去年大幅的成长 本比较六倍而已 高尔夫球杆是最好走的 每年十到一月份出货旺季 都会有大多头 那可能很多人看了节目之后 今天一开高跳下去 还叫跳下去开高走低 不要去队关嘛 我跟大家讲过 我的个性我不追高 压回买压回买 没关系啦 趋势方向对的比较重要 有乱你再加嘛 趋势方向对的比较重要 有乱你再加嘛 这才刚进入大多头的行情 我重点在这一支股票 今年十八块今年四十块 外资天天一直买 另外这一支材料供应商 去年九块钱 今年二七到二九 本费到七倍而已 四个的底部才刚出来了而已 这支卖队关 拉到来扣 拉到来扣 有兴趣的来找我 我们一起来操作 今天盘面最强是太阳能 因为经济部有新的政策出来 未来兴建 真建 跟都更 强制要盖太阳能板 太阳能屋 所以今天太阳能股很强 但是对太阳能 我比较不适合 为啥不适合 因为太阳能贸敌 差不多啦 太阳能 太阳能的公司都是高负债 低毛利 所以都贪不上的钱 所以这样的公司你在做 当然也可以啦 话题使然嘛 可是不要追太高 短进短出 强个短就好 那你如果说要做一个比较大的波段 你还是要考虑基本面 为中心 要贪大钱的 价钱比较低的 这样才能够有大的利润空间 今天另外一组要特别注意的 美国2700亿的军工订单下来了 亚马逊 Google 包含微软甲骨文取得 这些科技公司拿军工订单 又不会坐飞机大炮 对不对 火箭 那拿这个订单干什么 那你错了 伺服器 2700亿是伺服器 所以国内伺服器的厂商 要注意 我现在锁定了一家 也是跟伺服器有关的 今年美股获利高达50块钱 完全没去 完全没去 无应付的对我做 今天其他股票没有时间讲 下礼拜一再一一为大家做报告 剩下最后一个半月 要过年了 为自己定个目标 30%我们一起来冲刺 我们一起来打拼 我带着你锁定最好的底部股 一档一档 我们全力来冲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计较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